好,这一节我们叫做Power Series 来,很多人都不知道Power Series什么意思 来,这个Power就是蜜的意思 你说老师什么叫做蜜 什么叫做蜜?蜜就是翅膀 可以吗?蜜就是翅膀 好,所以你以前高中有学过什么生蜜排列叫蜜排列 有没有,生蜜就是什么?次方递升,递增上去 叫做生蜜排列,降蜜排列就是你的次方递减下来 就是降蜜排列,对不对?所以蜜就是次方的意思 所以呢,你如果英文 你如果上过英文的数学课 他会跟你讲说X power 2 那就是代表X的平方 X power 3代表X的三次方 通常平方会讲X square 好,那这个叫做Power Series 所以呢,他看到的其实就是 跟多项是很像的形态 跟多项是很像的形态 好不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定义 我们直接定义什么叫做Power Series 你会发现你对它是很熟悉的 好,一个Power Series 它就是长得像这样的缝 只要长得像下面这样子 它就是一个Power Series 来,有没有看到?C0加CEX 加C2X平方 加C上的X上座 加一点点点 你说老师,这什么? 这好像是一个无穷多项的多项式 对不对? 无穷多个项的多项式 其实这个不是新的 这个是旧的 你以前就看过了 好,我举一个例子 Fx 很简单哦 Fx等于x平方 这国中就叫过的人 这是一个开口向上的Power 线 0点在00 对不对? 有问题 0点在00 所以你看0带进的时候是0 所以1带进去的时候是1 对不对? 1带进去的时候是1 有没有? -1带进去的时候也是1 对不对? 所以它X是可以变的数 X是可以变的数 有没有? 你说老师 这个跟这个什么关系? 这个可以写成这样 对不对? 这可以写成0 加上0 乘以X 加上1 乘以X 平方 再加上0 乘以X 三次方 加上0 乘以X的四次方 加点 点点 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以前写的多项式 它就是Power Series的特例 你以前写的多项式 就是Power Series的特例 它只是变成一个有限向的Power Series 无穷多项的地方 它的系数都是0 它的系数都是0 所以你看 这个C0 C1 C2 C3 是给定的常数 是给定的常数 这些常数 就像刚刚这个例子 C0就是0 刚刚那个例子 C0就是0 C1就是0 C2就是1 C3是0 C4是0 C5是0 C6是0 C7是0 C1000是0 C1Y是0 所以它是给定的常数 就是它给定的常数 那这些常数 我们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系数 这个叫做系数 我们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系数 好 这个X 你看这个X 我们可以带0 带0之后算出来是0 X可以带1 带1算出来是1 X可以带2 带2算出来是4 所以这个X它是什么 它是变数 这X它是一个变数 这种东西很重要 因为你以后你学到比较深的 你只要学到跟通讯讯号有关的 都会用到这样的式子 你把它记下来 蛮重要的 所以这个X是一个变数 X是一个变数 X是一个变数 所以X是一个variable 它是一个变数 所以这边的X可以带值的 带不同的X 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带不同的X 就会有不同的答案 就会有不同的极数 好不好 X带1 就是C0 加C1 加C2 加C3 加C4 X带0 就是C0 加0 X带2 就变成C0 加上2倍的C1 加上4倍的C2 加上8倍的C3 等等 所以X带不同的数 你会得到不同的极数 X带不同的数 你会得到不同的极数 要先用这个概念 好 看下一个定义 下一个定义 A1 只是做平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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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不是新的 这也是旧的 来举个例子 Fx 等于 x 减掉 1的平方 另外一半好像讲错了 没关系 然后x 减掉1的平方 x 减掉1的平方 这个是什么 这个不是新的 这个也是旧的 这个是什么 0点在10 0点在10 开口向上的泡污线 对不对 0点在10 开口向上的泡污线 所以这个也不是新的 这个也是旧的 有看到 对不对 这也不是新的 这个也是旧的 那一样 X可以带直的 例如像刚刚这里 X如果带0 它的直就是1 X带1它的直就是0 X带2它的直就是1 有没有 所以 X也是可以带直的 X也是可以带直的 所以这个X 是一个变数 一样是一个变数 好 那现在这个地方的A是1 有没有 所以A它是一个固定的常数 A它是一个固定的常数 对不对 那通常这个A 通常这个A呢 我们称作中心点 叫做Center 叫做中心 我们通常称这个A 叫做中心 叫做Center 那你问我说老师 你为什么叫它叫做Center 那我们等一下呢 会举个例子给你看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我们叫A 叫做Center 为什么叫A叫做Center 好 那一样的道理 这些C呢 我们叫它叫做系数 所以这些系数呢 它是一个固定的常数 对不对 这个系数它是一个固定的常数 好 你说老师 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怎么有关 来这个东西可以写成什么 可以写成0 加上0乘上X-1 有没有 加上1乘上X-1的平方 加上0乘上X-1的三次方 加上0乘上X-1的四次方 加点点点 对不对 所以它只是一个 也一样是一个多项式 只是它是一个整理过的多项式 那高中教这个叫做标准式 还记得吗 高中教这一项叫做标准式 什么问题 所以它看起来 好像只是一个平移过的一个多项式而已 所以这看起来 只是我们把中心点移到A 把中心点移到A 把中心点移到A 那像前面这个例子呢 就好像X-0 所以它的中心点是谁 中心点就是0 对不对 像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好像这个X呢 这里好像是什么 像这个就是X-0的三次方 对不对 所以它的中心在哪里 它的中心在0 对不对 它的Center在0 它的中心点在0 好 没有问题喔 好 没有问题 我们来做例子 接下来这个例子就很重要了 这只是告诉你什么叫做Power Series 那什么叫做一个Power Series 它的中心点在A 什么叫做Power Series 它的中心点在A 好 接下来这个例子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打个心 非常的重要 好 它问你说呢 哪些X带进去 这个极数会收敛 哪些子 哪些子的 X 这个极数会收敛 这是什么意思啊 好 我们刚刚讲 这个X是变数的 刚刚讲这个X是变数 那我就带不同的X来看一下 我先带几个X给你看 那你就慢慢了解它什么意思喔 来我先带第一个X 我先带X等于4 好 X等于4 我们来看一下这长什么样子喔 这变成simension n从1到5无穷大 X-3的n次方除以n 就会等于X我带4喔 刚才讲X是变数 对不对 刚讲X是变数 X变数 所以X可以带任意值 你可以带0 你可以带1 可以带2 可以带3 可以带4 可以带2 可以带π都可以 可以带-1000都可以喔 好 我现在带4 4-3多少 1 1的n次方 1除以n 所以X带4的时候 它会变成是一个p级数 对不对 p等1 X带4的时候 它会等于一个p级数 p等1 有没有看到 所以X带4的时候 它发散了 对不对 它发散了 为什么它发散 因为X带4的时候 它变成一个p级数 p等于1 对不对 p级数p等于1 所以它发散了 所以这个东西发散 为什么它发散 因为它是一个p级数 有没有发散 所以你发现 我带了一个X X带4之后 它发散 X带4之后 它发散 所以呢 它可能是发散的 在某些X底下 它可能是发散的 那你自然会延伸 会不会有X带进去 是收敛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再带一个例子给你看 现在X带2 X带2的话呢 我们的集数变什么 变成simension n从1到无穷大 X减掉3的n次方除于n X带2 所以n从1到无穷大 2-3-1 -1的n次方除了n 你有没有看到这东西是什么 这东西是一个交错极数 有没有看到交错极数 为什么 因为它有一个-1的n次方 交错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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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里就要想 先用想的 你心里要直接用想的 你要这样会想 心里用想的 想想看它到底是收敛还是发散 那怎么知道它收敛还是发散 先看无穷远那一项 会不会趋进到0 无穷远的时候 无穷远的时候 1分母很大趋进到0 对不对 接下来看它会不会递减 分母变大就会越小 分母越大就会越小 所以它递减 所以它收敛 对不对 所以它收敛 好我把它写下来 你应该用想的就可以了 好 那我现在把它写下来 对不对 第一个 你要去判断什么 n趋进到无穷大的时候 无穷远那一项会不会趋进到0 不用管正呼号 对不对 所以它可能会收敛 好第二个 再看它会不会递减 递减就是什么 跟后向的比 后向就是把n改成n加1 对不对 分母越大子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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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所以它递减 是收敛的哦 所以它是收敛的哦 所以它是收敛的哦 对不对 所以它是收敛的哦 利用什么 利用交错急速测试法 它是收敛的哦 诶 从这个例子你应该有感觉 所以呢它告诉你什么 好像不同的XX 它的结果会不一样 对不对 X等于4的时候 它发散了 X等于2的时候 它收敛了 所以好像不同的XX 它的结果会不一样哦 有些XX带进去 它会收敛 有些XX带进去 它会发散 可以吗 好 那收敛跟发散 不是收敛就发散嘛 对不对 不是收敛 我们就叫做发散 如果不收敛 我们就叫做发散 所以我们的问题 可以简化一下哦 我们刚刚讲成说 诶 我不同的XX带进去 有的X带进去 它是收敛 有的X带进去 它会发散 那我们只要知道 哪些X带进去 会收敛 那剩下来的部分 就是发散 对不对 我们只要能够知道 哪些X带进去 会收敛 那剩下来的部分 就发散哦 因为不是收敛就发散 所以我们的问题 就变成很简单 就变成 我们要去找哪些X 它会收敛 再听一次哦 不同的X结果不一样哦 X等于4的时候 它发散哦 X等于2它收敛哦 所以不同的X 它的结果不一样哦 那我们的问题 就变得很简单 到底哪些X 它会收敛 到底哪些X它会收敛 那这些X以外的 全部都发散 因为不收敛就发散 所以我们现在问题 就变成哪些X 它会收敛哦 哪些X它会收敛 好吧 可以接受 好可以了 好 那可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到底用什么测试法 比较好 用哪一个测试法比较好 同一体哦 同一体哦 哪一个测试法比较好 我只换一个页面而已 哪一个测试法会比较好呢 那我们想想看哦 假设我X带7 AX如果带7的话 那就变成N从0到无穷大 对不对 然后7减掉3 7减3多少 4的N次方除于N 我看到4的N次方 你要记得我们刚刚在讲Ratio Test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想到Ratio Test 是不是看到 某一个数的几次方 对不对 一个数N的几次方 固定次方对不对 阶层还有N的N次方 有没有 我看到这一项 4的N次方 所以我应该想到Ratio Test 对不对 再带一个值给你看哦 假设我带7 带11 你说老师为什么要带7跟11 自己想好不好 N从1到无穷大 好11带进来 11减3 11减3多少 8对不对 所以8的N次方除于N 有没有 一个固定的数的N次方 有没有 一个固定的数的N次方 不要想那么久 7跟11 对不对 7跟11 微笑一下 好来 好我们再往下看好不好 好 所以你应该想到说 我X带进去的时候 都会产生这种像 有没有 X带进去的时候都会产生这种像 对不对 所以我应该用什么 用Ratio Test来做 对不对 X带进去的时候都会产生这种像 所以应该会产生用Ratio Test来做 所以就先去算Ratio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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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做 它是无穷远的后像除以前像 所以刚刚跟你讲Ratio Test很重要 有没有 好下个问题来 现在X带7 它是4 X带11 它是8 所以都是正的 但是呢 你看X如果带0 0-3 就变-3 有没有 所以是负的 所以有可能会出现负的 所以请你要挂什么 绝对值 对不对 Ratio Test 本来是要挂绝对值的 但是如果都是正的 我们绝对值就可以不用挂的 那请你要挂绝对值 好 那挂了绝对值之后 上面放的就是无穷远的后像 后像就是X-3的N加1次方 除以N加1 这是无穷远的后像 对不对 那下面放的就是前像 前像是什么 X-3的N次方除以N 这是前像 无穷远的后像除以前像 对不对 好 就会等于LimitN趋近到无穷大 来先听好这一步 因为很多人这边会做错 你先听好 来 第一个 分母是N加1 N趋近到无穷大 一定是正的 所以分母一定是正的 没有问题 现在分值有问题 如果X是0 0-3-3 是负的 但是我加了绝对值 要变正的怎么办 所以你要写成这样 X-3的绝对值 不用红色代表它很重要 重要在这里 我们加绝对值 要记得加绝对值 里面是X-3 N加一次方 好 乘上 来 这个给它导过来 N是正的 所以没有问题 导过来 问题在下面 X-3 可能是负的 X-3 可能是负的 所以请你再给它挂上绝对值 X-3 可能是负的 所以再请你给它挂上绝对值 等等 有问题 有问题 就会等于Limit N趋近到无穷大 N跟N加1 摆在一起 这个刚刚我们都看过 对不对 N跟N加1 摆在一起 你看它 好 这边有N加1个 X-3的绝对值 这边有N个 X-3的绝对值 这样一除 剩下几个 剩下一个 X-3的绝对值 有问题 好 那这个极限值是1 就我们看过很多遍了 对不对 四方一样 而且系数都是1 所以极限值是1 所以剩下X-3的绝对值 这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这L等于X-3的绝对值 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 那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L跟X有关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代表说不同的X 它就有不同的L值 对不对 跟我们刚刚的想法一样 有的X带进去它会收敛 因为它的L会小于1 有的X带进去它会发散 为什么 因为它的L会大于1 所以某些X它会收敛 某些X它会发散 对不对 所以跟我们刚刚的做法 想法是很像的 所以我们来带几个给你看 来我们带第一个 这应该是第三个形状 然后 我比一下 来看第一个 好 假设我就 像刚刚的身边人们 我就带7 对不对 X带7 不好意思 X带7 如果带7的时候你的L是谁 你的L就会等于X-3 对不对 所以就会等于7-3 7-3是4大于1 所以RatioTest的L大于1 RatioTest的L大于1 什么意思 代表X带7的时候它会发散 对不对 X带7的时候它会发散 RatioTest的L如果大于1 发散对不对 所以代表这个带7的时候它会发散 所以X带7 X带7是谁 N从1到无穷大 7-3是4 对不对 这个东西发散 有没有问题 X带7你的L大于1 所以X带7的时候它应该就发散 因为L大于1 对不对 发散 我们看第二个 X如果带2分之5 X带2分之5你的L是谁 L一样是X-3 的绝对值 对不对 所以带2分之5 3就是2分之6 对不对 所以算出来等于多少 2分之1 负的2分之1加绝对值 所以是2分之1 对不对 所以算出来L小1 算出来L小1是什么意思 是代表这一个 如果X带2分之5的时候 这个极数收链 对不对 因为L小1 X带2分之5的时候 这个极数收链 对不对 上面是负2分之1的N 带2分之5的N 对不对 这个收链有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借由Ratio Tax的Low 来帮助我们判断 一个Power Series X带多少的时候 它会收链对不对 我们可以借由Ratio Tax的Low 来帮我们看看 一个Power Series 它的X在变动的时候 那个X带进去 到底Low是大一还是小一 如果Low大一就发散 如果Low小一就收链 对不对 先听好这一点喔 听好了之后 你后面就可以很容易的就过关了 就很简单了 所以我要的是什么 我现在要问的是哪些X 那反过来问就是说 哪些X它会收链 哪些X它会收链 那问题不就变成 哪些XRatio Tax的Low要小于1 对不对 因为Ratio Tax的Low小一就收链 所以我现在问题是哪些X它收链喔 所以转过来就是哪些X它带进去 它的Ratio Tax的Low会小于1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反过来问题就变成这样喔 因为我们Low要小一才会收链啊 Low要小一才会收链啊 Low是谁 Low是X-3 所以代表X-3的绝对值要小一才会收链 对不对 所以Low小一的时候它会收链喔 所以X-3的绝对值小一的时候它才会收链喔 对不对 对不对 当Low小一 也就是说X-3小一的时候呢 这个就会收链 对不对 就像我们刚刚带的例子喔 X带二分之五 二分之五带进来的时候 二分之五减三二分之一 一的绝对值是二分之一小一 所以它收链 再看 没有问题喔 好没有问题 重点来了喔 好所以我们现在有一条十数线 这条十数线呢 这条十数线呢上面有很多值 0π 1 1千1万都有 -1000也有 带进去 我们要看看哪些带进去会收链的呢 好那我们发现 诶 在哪边 是X-3的距离小一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3 绝对值就是距离的呢 绝对值就是距离喔 绝对值就是距离的呢 所以呢 国中告诉你绝对值就是距离 这代表X-3的距离小一 那X-3的距离小一 是代表这边是4 这边是多少 这边是2 那现在X-3的距离才会小一 所以中间这一块呢 到X-3的距离都小一 所以中间这一块呢 所以这一块Low是小一 Low是小一的代表什么 代表收链 那可以吧 没问题 弄清楚喔 后面同学不好意思喔 可能要麻烦你站起来看一下 那X-3的 X这个距离就是一 对不对 X-3的距离小一 所以3到4之间的距离就是一 有没有 所以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喔 所以看起来好像3是什么 3是中心点的 对不对 3是中心点喔 看起来好像3是中心点的 对不对 这个1是什么 1就是你的半径 有没有 这个1就是半径 对不对 好像3是中心点 这个1就是半径 这个半径 这个半径我们称作收链半径 好 the radius radius radius就是半径的意思 radius of convergence 收链半径 所以考试就问你说这个收链半径多少 你就要告诉我1 这样就5分 对很简单喔 1或者是3分 不一定 要看我出题目 我现在忘记我出几分了 好 所以你只要回答我 收链半径就是这一段 收链半径就是这一段 没有问题喔 好 那这个3是中心喔 你说老师这个3从哪里来的 这个3从哪里来的 这个3从哪里来的 是从这里来的 x-3的绝对值 这个3从哪里来的 是从这里来的 x-3的绝对值 x-3的绝对值从哪里来的 是从这里来的 是不是 这一项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这里来的 有没有 所以这个3叫中心 记得吗 我们称这个3叫做什么 这个3叫做scenter 就是这个3叫scenter 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我们才会称 那个3叫做中心点 那个1叫做半径 然后那个1叫做半斤 好没有问题 好没有问题我们再看外面 如果你x大于4 x如果大于4的话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low怎么样 这个low大于1 为什么因为你low是谁 你的low是谁 x减3的勒 你的low是x减3 你的low是x减3 所以x如果大于4 4减3一定大于1 比4大的减掉3一定大于1 所以这边的low大于1 所以发散 有问题 一样 x如果小于2 例如带0 0到3的距离一定大于1 所以这边的low大于1 这个也是发散 所以你发现一件事情 在2跟4中间 收敛 大于4 小于2 都发散 再听一句 在2跟4中间收敛 大于4 小于2 都发散 什么问题 你应该会产生一个问题 它2跟4 只要在2跟4中间一定收敛 为什么 因为它的ratio test的low小于1 它到3的距离都小于1 对不对 比4大比2小 它到3的距离都大于1 所以它发散 但是有两个点很怪 这两个点就是2跟4 来 看一下 看法属 这个是4 4带进来 4.3等于1 ratio test的low等于1 ratio test 无效 对不对 我好 来2带进来 2-3-1 -1的绝对值 正1 ratio test的low等于1 ratio test 无效 对不对 所以4跟2这个点是无效的 那无效怎么办 另外拿出来讨论 所以你要分 x等于4 再拿出来讨论 再看 x等于2 再拿出来讨论 通常你看到的是 P级数 或者是交错级数 通常你看到的会是P级数 或者交错级数 再听一次 通常你看到的会是P级数 或交错级数 端点要再拿出来另外讨论 端点要再拿出来另外讨论 x等于4要另外讨论 x等于2要另外讨论 有问题 好 那很庆幸的 因为我做过太多遍了 所以我一开始就带了 s等于4跟s等于2 你没有那么省 所以你不要一开始就那么厉害 可以猜到x等于4跟s等于2 你没那么厉害 所以你应该是先算low low算完之后才发现 4跟2要另外拿出来讨论 好那我们一开始讨论过4了 4那一点带进去它是什么 它是发散的 2带进去那一点 它是收敛的 所以4带进去是发散的 所以4带进去是发散的 所以4这个点是蓝色 对不对 它应该是发散的 2这个点是收敛的 所以2这个点带进去 应该是红色的 对不对 2这个点是收敛的 2这个点是收敛的 没问题 好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是从2到4 包括2 不包括4都收敛 整个数据线都完备了 我们每一个点都考虑到了 我们 x大于等于2 小于4 不等于4 就收敛 对不对 就收敛 x大于等于4 或者x小于2 不等于2 就发散 对不对 就发散 所以我们就可以告诉你说 它收敛 在哪里收敛 所以在哪边收敛 从2到4 不包括4都收敛 那这一个范围我们叫做 收敛范围 收敛范围 所以我们定义一个叫收敛范围 我用不同色的好了 收敛范围 用这个色 现在没有关系 可以尽量用绿色 换个颜色 这个色 好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收敛范围 所以我们又定义了新的东西 叫做收敛范围 好 The interval of convergence 对不对 收敛范围 收敛范围从哪里开始 收敛范围从2开始 包括2 收敛范围从2开始包括2 到4 但是不包括4 这就是我们收敛范围 有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好吧 好 好 所以我现在把步骤内边给你听哦 还有同学在操 你就一边听 所以一开始呢 我们应该是先算 Ratio test 告诉我们 在哪一个范围里面 它会收敛 在哪一个范围里面 它会收敛 有没有问题 好那你如果发现呢 它这个范围呢 它是一个区间 那它是一个区间 它一定会有两个端点的问题 为什么因为两个端点带进去 Ratio test Raw等于1 Ratio test Raw等于1 无效 所以这两个端点 你要另外做 所以你要像我们刚刚一开始一样 X等于4 带进去看看 它是P级数 P等于1 所以它发敛 好 X等于2 X等于2 带进去 它是一个交错级数 所以它收敛 而且它满足交错级数的条件 所以它收敛 收敛了条件 这样才是整个完备的流程 没超好的 不超好了 好 我们再做个例子 好 好 来 我们现在题目改成 N阶层 X的N次方 对不对 N阶层 X的N次方 它问你哪些 X的收敛 所以你一定要先算谁 Ratio test Raw 你没有那么厉害 我是因为算很多变数 可以算X等于4 X等于2 对不对 你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你一定先算Ratio test Raw Raw等于什么 Limit N次进到无穷大 无穷远的后向除以前向 再仔细看这里 这个X是什么 X是变数 X可以带负1 对不对 所以X可能是负的 X可能是负的 所以在做无穷远的后向除以前向的时候 就要记得加绝对值 后向是什么 后向就是把N换成N加1 阶层 X的N加1次方 对不对 前向就是谁 N阶层 X的N加1 N次方 无穷远的后向除以前向 无穷远的后向除以前向 所以前面是正的没有问题绝对值拿掉 乘乘乘乘到N 再乘上N加1 这是N加1阶层 下面是1乘以2乘乘乘乘到N阶层 好但是X可能是负的 X如果是负1它就是负的对不对 加绝对值一定是正的 所以你怎么办 记得X要挂上绝对值 记得X要挂上绝对值 1消掉 2消掉 3消掉 N消掉 所以就剩下Limit N居进到无穷大 剩下一个N加1 对不对 分子有N加1个X绝对值 分母有N个X的绝对值 所以剩下一个X的绝对值 好 我先看到这里有问题 应该蛮简单的 好现在N居进到无穷大 X是变的数 X可以带5 X如果带5 5的绝对值是5 5乘到无穷大 无穷大的 X带100 100的绝对值100 N跑到无穷大 100乘以无穷大 无穷大的 X等于-1000 -1000的绝对值 正1000 这1000乘以N加1 是不是正的1000N加上1000 N居进到无穷大 还是无穷大 对不对 所以不管X多少 它都是无穷大 对不对 那无穷大一定是一个大1的数 对不对 所以对所有的 所以Ratial test的N算出来都大1 不管X带多少它都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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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发散 X带1000发散 X带1万发散 X带-1000发散 X带π发散 X带-π发散 X带更大2发散 对不对 所以不管X带多少它都发散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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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管再多少它都會發散 不對 這樣不對喔 說老師哪裡不對 我剛剛講得很順 我講得非常順喔 但是你考慮到一個點 X如果帶0 X如果帶0 我這個series是什麼 N從0到無重大 N階層乘上X的N字方 我們先把它展開再帶0給你看 0階層定義 0階層是定義喔 0階層等於多少 1對不對 所以第一項是1 第二項是1階層 1階層還是1 所以是X N等於2 2階層 X平方 N等於3 3階層 X3次方 加... OK喔 好 現在X帶0 X帶0不就變成1加0 加0 加0 加... 不就等於1嗎 收6 X帶0 X帶0收斂耶 你剛剛不是告訴我X帶多少它都發散嗎 怎麼現在多了一個點X帶0收斂 你看這裡喔 X如果帶0 0乘上N加1多少 0 對不對 當然收斂 所以這個地方不是無窮大喔 必須要對什麼 對說X不等於0 對不對 所以對X不等於0 這告訴你什麼 這告訴你POWER SERIES一定有一個地方收斂喔 哪一個地方 帶0 不對 帶中心點 為什麼帶中心點它一定收斂 你看喔 這個中心點是哪裡 這個是X-0N48 所以它中心點是0喔 所以你帶0的時候這些項都不見了對不對 所以它收斂剩下第一項喔 第一項喔 好來我們先往前看喔 等一下再轉回來 剛剛這個例子 剛剛這個例子 如果你X帶3 3-3 0 對不對 後面都不見喔 只留下第一項對不對 後面都是0喔 收斂 可以嗎 好我們回到定義去給你看喔 好 如果X現在帶A 如果這個X現在帶A A-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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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叫C0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帶中心點一定收斂 所以POWER SERIES一定有一個值帶進去收斂喔 那個值就是誰 中心點 POWER SERIES一定有一個點帶進去收斂喔 那個點就是中心點喔 POWER SERIES一定有一個點帶進去收斂 那個點叫做中心點 問題 POWER SERIES一定有一個點收斂喔 那個點帶進去中心點喔 像這個中心點是0 帶進去一定收斂喔 好 那我們跟剛剛一樣 畫個時速線來看 畫個時速線來看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條時速線 我們有一個點叫做0 中心點0 那我們現在只有在這個點上收斂喔 只有在這點上收斂喔 其他點都發散喔 所以其他的部分都發散 所以這裡都發散 這裡也發散耶 這裡也發散耶 為什麼這邊會發散 因為這邊的ROW大於1發散耶 這邊的ROW大於1發散耶 這邊ROW也大於1發散耶 所以它好像是以0为中心 多少为半径 0为半径 因为它只有一个点 所以它半径是0 所以这种情况下 它半径是0 所以我们说它的收敛半径等于0 收敛半径是0 你的收敛区间收敛范围只有一个点 只有一个点叫0 收敛范围只有一个点 收敛范围只有一个点 这种问题 不会很难啊 所以你记得 你遇到这种题目呢 一定要先算出ratio test的low 一定是要先算出来的 利用low来帮你判断 power series 在哪些X 它会收敛 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power series 它一定有一个点收敛 那个点就是中心点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出一个四非体 我问你说 是不是存在一个power series 我应该这样问 存在一个power series 不管X是谁 带进去它都发散 对吗 这一定是错的 对不对 如果我出这样四非体 就错了 因为power series 中心点带进去一定是收敛的 它一定会有一个点是收敛的 好 没问题哦 有没有没超完的 等一下 有写错吗 因为 哦 是0 对不起 谢谢 这个是0 不是a 因为我刚才念a 这就写错了 就只有一个中心点 对不对 中心点是a的时候 记得a一定是落在interval convergence 这一集很难啊齁 但是呢 有个好消息 这一集只有一集啊 好 所以你自己看过影片之后 你要了解哪一集比较重要 大概就是那一集 好 都插完咯 我往下看咯 跟刚刚差一点点 刚刚是乘以n阶层 现在变成除以n阶层 变成除以n阶层 然后题目改成domain 很多人看到这个题目 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什么叫做domain 我一直讲过一句话 domain就是有意义的地方 对嘞 对一个急速而言 什么叫做有意义 修裂叫有意义 对嘞 所以他问你呢 一个急速他的 一个polysis 是他domain呢 其实就问你 哪些ax带军他会修裂 就问你说ax 他修裂的地方 在哪里 就是他的domain ax他修裂的地方 在哪里 那就是他的domain 所以一样先算ratial test 无穷远的后向除以前向 对嘞 那现在后向的话 一样把x的n改成n加1 n改成n加1 这个就是后向 你应该会算 先算除以n阶层 对嘞 就会等于limitn 去进到无穷大 因为x可能有正有负 再讲一次 x可能带-1 对嘞 有正有负哦 所以记得要挂绝对值 乘上分母要导过来的嘞 x有正有负 所以要记得挂绝对值 好 上面是1乘2乘乘乘到n 下面是1乘2乘乘乘到n加1 所以他会还多一个n加1的嘞 所以分母还多一个n加1 那分子呢 有n加1个x绝对值 分母有n个x绝对值 所以剩下1個x X等于0的时候,它一定是0哦 没有问题的,小1哦 如果X不是0,X是1 那这一项呢 这一项趋近到无穷杠,你看到 趋近到0,分母趋近到无穷杠 所以这一项趋近到0 所以这边不管是0,还不是0,乘一乘都是0 你看极限值都是0哦 那既然等于0就小1 X带0,它的极限值是0 X带1,它的极限值还是0 X带1000,它的极限值还是0 X带41000,它的极限值还是0 所以不管X带多少,它的极限值都是0哦 所以它说一收费的low,不管X带多少都小1哦 不管X带多少,它都小1 什么意思? 也就是我现在一条实数线 实数线呢 中间有一个点,叫做中心点 点一定是收链的哦 但是它现在告诉你,不管X带多少 不管X带多少,不管X带多少,不管X带多少,不管X带多少 不管X带多少,它都会什么? 它的low都小于1 所以都是收链 不管X带多少,它的low都小于1哦 所以都收链,有没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代表它的收链半径多长 有没有到底? 没有对不对? 所以收链半径是无穷大 收链范围呢?就是整个实数对不对? 收链半径 收链半径是谁?是无穷大哦 收链的区间 收链的区间是谁? 收链的区间是整个实数 或者我们可以写成 从富无穷大到正无穷大 对不对? 收链 好,很简单的 好,这三个例子蛮重要的 这三个例子告诉我们收链的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它的收链区间可能是一个范围 它的收链半径可能是一个固定的实数啊 第二种情况告诉你说 它可能只有在一个点上收链 那个点就是中心点 可能哦 那这时候呢 它的收链半径就是0 那收链的范围呢?就是那个点 第三个例子告诉你说 你可能收链的范围是整个实数线 所以你的收链半径是无穷大 收链范围呢?整个实数线 好,来来 好,那我就把这个定理写下来哦 这个定理要正不好正 不好正哦 我给你一个power series 只有下面only 下面三种可能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三种可能哦 第一种可能,请你看例子一 所以我先讲的例子哦 讲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这三种可能 什么意思? 它就是它会有一个收链半径R 收链半径R 使得呢 小于这里面的都收链 落在这个半径里面的收链 只要离开这个半径就发散 这个R就叫做收链半径 这个R就叫做收链半径 但是它有四种可能哦 哪四种可能? 两个端点要另外考虑 所以这种要考虑端点哦 端点要小心 端点要另外算哦 另外考虑哦 端点要另外考虑哦 对不对? 像有可能两个端点都不收链 有可能右端点收链 对不对? 有可能左端点收链 有可能两个端点都收链 这种屏幕最讨厌 也是最讨厌出的 也是最可能会出的 这种屏幕最讨厌哦 也是最可能会出的 就是端点要再另外考虑的 好不好? 好,第二种情况 请你看例子二 例子二告诉你什么? 例子二告诉你说 只有在一个点上面收链 对不对? 例子二只有在一个点上收链哦 我们回去看一下例子二 例子二只有在0这个点收链 离开0都发散 只有在0这个点收链 离开0都发散 对不对? 离开0都发散哦 所以例子二告诉你 只有在中心点 中心点哦 A是center 中心点带进去之后 后面都等于0 只剩常数项 只有在中心点收链 那只有在中心点收链的话 它的收链半径就是0 它的收链范围就是中心点 好吗? 好,再来呢 第三种情况 请你看例子三 都帮你讲好了 例子三 好,例子三就是 不管X是谁 它都收链 所以for all x 这种情况下 收链半径就是无穷大 收链范围就是 从负无穷大到无穷大 就是整个时速线 来 有问题 好,没有问题 我们再做两个例子 这一节就结束了 好 就入过最难的一节 其中考前最难的 其中考后当然还有一些难的 好 好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4.1 是第四个例子 不是4.1 第四个例子 我要去算 这就是整个完整的流程 接下来我写就是完整的流程 这两个例子 我会做一个完整的流程给你看 这两个例子 首先一开始先算ratio test ro ro等于limit n去进到无穷大 无穷远的后向 除以前向 对 后向是什么 后向就是把n 换成n加1 后向是什么 后向就是把n 换成n加1 后向是什么 后向就是把n换成n加1 所以这边变成n加2 前向是什么 前向就是保留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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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长喔 好 那这个会等于什么 limitn去进到无穷大 来先做这一个 看到负号 负号看到绝对值就不要理他 出现负号的话 看到绝对值就不要理他 这就叫3的n加1 x x可能是负的 x可能是负的 那x如果是负1的话 加的绝对值就变正1 所以记得这里要加绝对值 对 好 他根号n加2 一定是正的 乘上 倒过来 然后倒过来 根号n加一定是正的 对 好 一样喔 负3 负3加的绝对值就变正3 所以就没有理他 好 来 x呢 x他加了绝对值之后 就变成x的绝对值的n 次方 有问题 好 就会等于limitn去进到无穷大 该消的消一下 n加1个3 n个3 一消 所以剩下1个3 根号n加1 根号n加2 所以就是根号n加1 1 除以n加2 n加1个x绝对值 n个x绝对值 所以剩下1个x绝对值 所以剩下1个x绝对值 有问题就讲喔 好 这里面去进到1 对不对 所以这等于什么 这等于3乘上x的绝对值 好 我们希望我们的ratheal test low小1 我们希望这一项小1 对不对 因为这一项小1的x 他才收敛喔 使得这一项小1的x才收敛喔 使得这一项小1的x才收敛喔 没问题喔 好 那这一项小1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x的绝对值 小于1 3 对不对 那这个又是什么意思 这代表x到0的距离 小于1 3 有没有 到0的距离小于1 3 对不对 所以我的时数线又跑出来了喔 时数线又来了喔 中心点是谁 中心点现在是0喔 对不对 因为x-0 半径多少 3分之1 半径是3分之1喔 所以这个点是3分之1 这个点是负3分之1喔 若在里面的都收敛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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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这里面的lo都小于1 有没有 有没有 收敛 没问题 所以x-0的距离小于3分之1喔 x-0的距离小于3分之1 所以这个半径的长是3分之1 所以收敛半径是3分之1 好收敛半径是3分之1 如果这种情况你就要考虑端点 有没有 那短点呢 3分之1这个点呢 负3分之1这个点呢 如果大于外面一定是发散的呢 大于外面一定发散喔 为什么 因为外面里面lo小于1 外面就是lo大1 所以现在差这两个端点 所以这两个端点你要另外考虑喔 一个端点是3分之1 一个端点是负3分之1 所以要另外考虑 好 来你先坐到这里 看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我等下要切到下一个画面去 我们要去算两个端点 3分之1跟负3分之1 所以正在流程是这样喔 先算出ratio test low 算完之后呢 发现它是一个范围 它就会有端点 端点你再另外考虑好不好 端点要另外考虑喔 不是像我们第一个例子喔 第一个例子那么厉害 一看就知道端点 再来 那有那么厉害 对不对 有啦 做久之后你就可以了 好 好 插一下这边 等一下我们就看端点 你会做的同学就先做端点 你就用X等于3分之1带进去 X等于负3分之1带进去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了 好 好来看端点喔 好来看端点 好来看第一个端点 X等于3分之1 好X等于3分之1我就直接带了 就不慢慢写了喔 所以就等于0到无穷帐 负3的n次方乘上 X带1分之1喔 这个X 可以 所以变成3的n次方分之1 除以根号n加1 对不对 就会等于sivension n从0到无穷帐 3的n次方跟3的n次方消掉 所以变成-1的n次方 除以根号n加1 所以它是一个交错极数喔 对不对 交错极数喔 好交错极数你要怎么办 你要先去看无穷帐的那一项 会不会趋近到0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limitn趋近到无穷帐的那一项 根号n加1 会不会趋近到0 会 第二个呢 看它会不会递减的呢 会不会递减怎么看 就是n 前项跟后项比的呢 前项是根号n加1分之1 后项就是把n改成n加1 所以就变成n加2分之1 分母比较大会变得比较小 对不对 所以太简单了 所以它是 收斂 在什么时候收斂 在x等1分之1的时候收斂 利用什么 利用Protonating Series Test 交错极数测试 有问题 好 所以你不用再画一条实数线了 我把刚刚那条实数线翻来这里 好 然后呢 我们知道说刚刚有个点叫0 有点叫1分之1 发散的我就不写了 有一个叫-3分之1 中间是收斂的 现在发现什么 x带1分之1收斂 所以x带1分之1 这个点是红色的 因为它收斂 对 这个点是红色的 它收斂 蓝色的部分是8 3 还少一个点-3分之1 对不对 还少一个点-3分之1 好 所以还要再看-3分之1 所以我们再看x等-3分之1 好 -3分之1 带进来 -3的n次方乘上-3分之1的n次方 可以用这一下 你说老师这个我知道 这个我可以用比较法 对不对 好 你可以先使用比较法 发现好像不太能做 那你就用极限比较法 对可以做 可以做 我先讲 用极限比较法 可以做 可以做 太麻烦了 来 带带看就知道了 n带0 1 n带1 根号1分之1 n带2 根号1分之1 n带3 根号1分之1 加点点点 我马上知道它发散 你说老师你怎么会神 对不对 我说它发散 因为它是P急速 P等于1分之1 小于等于1 对不对 发散 P结束的P 只要小于等于1 就发散 所以X等于-1分之1 的时候发散 对这个点是来的 你回去可以用比较法 来给你工作 给你一个功课 使用什么 使用Limit Convary Synthes 去做它 你回去试试看 所以整条就完备了 就完备了 所以我们发现-1分之1 没有包括 只要大于-1分之1小于等于1分之1 就收敛 大于-1分之1小于等于1分之1 就收敛 不好意思 刚不小心写了这个轰我 所以我写不下去了 所以我要写下面一点 最后要你仔细听就好了 所以收敛范围 的Interval of Convergence 收敛的范围 收敛的范围就是-1分之1不管 3分之1包括 收敛范围 收敛半径是1分之1 那你的收敛范围-1分之1就不管 -1分之1就不管 好 来回去记得写这个作业 不用教 记得写就好 使用Limited Comparison Test 来做这个-1分之1 -1分之1 好再讲一次 端点有八成的题目是 P级数跟交错级数 端点有八成的题目是P级数跟交错级数 像这个X等于1分之1这个端点 它是交错级数 X等于-1分之1这个端点 它是P级数 好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可能要耽误你几分钟 因为我想把这位题讲 好都插完了吗 好这位题呢 你先做完你可以先做好不好 你翻过去你先做 你会发现其实你会做的 很快 先算Row Row算完之后算端点 就这样 流程就是这样 好来来看这位题 安误你几分钟一下 好所以一开始我们先算Row Row等于什么 LimitN趋近到无穷大 记得挂绝对值 因为这边X可能会带进去会负的 像X等于-3 -3加2就-1 带进去负的 所以无穷远的后向除以前向 后向就把N改成N加1 X加2 N就改成N加1 除以3 本来是N加1 再改成N加1 随便N加2 前向的话就是一样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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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问题 好就会等于LimitN趋近到无穷大 来整理一下 N加1一定是正的 所以可以直接拿出来 X是可能是负的 X加2可能是负的 所以请你挂上绝对值 3的N加2次方一定是正的 所以3的N加2次方乘上 这是3的N加1 好 好 然后倒过来 3的N加1 对不对 好 N一定是正的 没有问题 X加2可能是负的 所以请你挂绝对值 所以就会等于LimitN趋近到无穷大 N加1除以N 有N加1个 X加2的绝对值 除上N个 X加2的绝对值 所以一除 剩下一个 X加2的绝对值 这流程 流程大家应该都很熟 对不对 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 下课就来问 这个趋近到1 趋近到1 所以等于什么 1分之1 X加2的绝对值 我们希望这一项小于1 好希望这一项小于1代表什么 代表X加2绝对值小于3 这代表什么 记得中心点要是减的 记得中心点要是减的 再回过来 记得中心点要是减的 中心点要是减的 对不对 中心点要是减的 所以这个中心点要是减的 所以这边应该要改成 X-掉-2 所以它中心点在-2 中心点在-2 有没有看到 所以中心点在-2 它这种屏幕里写错 所以现在我们一样画个次数线 现在中心点在哪里 中心点是在-2 现在的中心点在哪里 中心点在-2 中心点在-2 半径是多少 半径是3 所以这个点是1 空的 所以应该是空的 这个点是-5 对不对 中间就一定收敛 中间就是收敛 两端就是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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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问题 所以收敛半径 马上写出来 收敛半径多少 这一段距离3 收敛半径3 好 现在插端点 待会个5分钟 插个端点 所以端点带一下 端点要带1跟-5 端点要带1跟-5 所以把1跟-5带一下 1跟-5带一下 好有没有问题 可以了 可以了 换下页 好 所以带1跟-5 来 x带1 好1带进来 直接带好不好 直接带 带谁 带x 所以变成simension n从0到无穷大 n乘上3的n次方 除以3的n加1 就会等于simension n从0到无穷大 好 3等n次方 除以n加1 分母有n加1的3 所以剩下3分之n的 我马上告诉你他发散 你说老师你怎么省 不知道他发散 因为他无穷远那一项是谁 无穷远那一项是无穷大 不等于0的嘞 所以发散 所以这边应该是说什么 他是用什么测试法 by the test for divergence 好 x等于-5 再进来 -5加2-3 -3的n次方 除以3的n加1 那也是一样 只是变成交错极数 变成-1的n次方 乘以n除以3 因为3的n次方 跟3的n加1消掉了 所以剩下-1的n次方 对不对 一样啊 这一样发散 你说老师你又知道了 对不对 一样 用发散测试法 为什么 来再看一下 因为无穷远那项趋近到0 趋近到无穷大 不等于0 记得交错极数要收敛 至少无穷远那项趋近到0 对不对 这无穷远那项趋近到无穷大 不等于0 就一定发散 好 一定是发散到0 好 所以我们再把刚刚的实数线 再补一下 刚刚的实数线 我们的中心点再-2 对不对 我们刚刚告诉你说 这个点是多少 这个点是1 这个点是-5 中间都收敛 你不用再画一次 你就把刚刚那张图画好就好了 那我们现在发现 1带进去发散 比1大发散 -5带进去发散 比-5小发散 所以你真正收敛的范围 只有在-5跟1之间 对不对 所以它的收敛范围 是-5到1 不包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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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包括-1 好不好 不包括-5 不包括-1 好 不包括-5 不包括-5 波淋